11日病重的张兰 像往常一样 在社交平台上直播卖货 不放过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 躺在床上的张兰 突然谈到自己打疫苗的事情 并表示他本来不用打 毕竟已经65岁的 一般60岁以上的人 就可以自由选择打不打 而他打疫苗的原因就是孙子孙女 去年8月25日 刚好两个孩子放暑假的那段时间 小月儿和小林儿本来要回大陆 汪小飞还专门为此包了一个专机 且将两个孩子和保姆的护照签证 一切手续都弄好了 8月25日 飞机到达台湾 但就在飞机带着孩子们 要起飞的那一刻 大S突然反悔 不让人走 因为大S临时反悔 导致张兰和汪小飞的期待 变为一场空 说起这段经历时 张兰咬牙切齿的 看得出来对钱儿媳有很大怨恨 孩子签证 多麻烦 还一签证 所有人签证 飞机已经 他还包着个飞机 已经到了 桃园警察 还要25号 早上突然说 不去了 这则直播片段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都说 张兰又在信口开河 为了蹭热度 无所不用其极 还有人指责大S太过分 再怎么样 也不能阻止孩子 和奶奶见面 据悉 张兰自从儿子 与钱儿媳开战之后 天天在社交平台上 直播卖酸辣粉 靠着这波热度 又挣钱又证明 现在算是 网红界的一颗星星 不过 张兰为了赚取更多流量 有时候会在直播间内 胡说八道 之前汪小飞 与大S刚被曝离婚时 张兰就对外宣称 儿子在台北 被黑人陈建州暴打 双方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大打出手 身旁阿姨 看到事态严重 还给张兰打电话 我一天夜里 汪小飞 被黑人在家里头 暴打 因为这儿的价值观不同 按在地下 阿姨给我夜里 两点钟打电话 说不要命了 不得了了 汪小飞被黑人 在家里摁的地下掐脖子 要打死人了 后来汪小飞被暴打一事 冲上热搜 张兰又紧急出面道歉 称她误会了陈建州 还表示希望外界 不要再关注此事 另外张兰还曾说大小 S天天在家吸毒 吸得不省人是 S妈对此置之不理 任由两个女儿放纵 忍无可忍的大S 事后出面发声明否认 并称她与妹妹都心脏不好 不可能吸毒 而且还说 小S与公国住在一起 根本没有吸毒的条件 由此可见 张兰经常胡说八道 她被打脸也不是一两次了 所以对她直播间里的某些爆料 只用看看就好 12日凌晨 汪小飞 在社交网络上 晒出自拍照 从照片中 可以感觉到 她以心力交瘁 想必日后不会继续纠缠大S 不过张兰和儿子不同 即使病了 也要内涵大S全家人 看得出来 她不会轻易放过钱儿媳 以后 想必就是大S与张兰的战斗了 事件发展至今 大家觉得大S与张兰 谁更略胜一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